《宋威子世家》是史记三十世家的第八篇 主要讲述了周代的诸侯国、宋国的新王史 威子开是阴代帝的长子 也是昼王庶出的哥哥 商昼即位后,娇奢隐喻,不悟国政 威子多次觐见,昼都不听 于是威子就离开了阴都 周武王罚咒后,威子跪地前行,求告武王 于是武王释放了威子,并恢复了他原来的爵位 管菜之乱后,将阴移民一分为二 其中一部分就封给了威子在宋帝 让他们延续阴代的祭祀 威子原本就仁爱贤能 代替武功后,阴代移民都十分爱戴他 姬子是昼王的亲属 昼王淫乱无度,姬子劝贱 昼王不听 有人劝姬子离开 但姬子不愿离去 于是披头散发,假装疯子,做了奴隶 隐居,隐居起来 借弹琴抒发自己内心的悲愤 因此后人传送他的琴曲为 姬子操 周武王灭掉殷朝后,便去访寻姬子 姬子说了治国的九种大法 于是周武王把姬子封在朝鲜 从此不再把他当作臣民 王子笔干也是咒王的亲属 他直言劝谏咒王 咒王很生气 说 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 果真是这样吗 于是周武王杀了王子笔干 并挖出他的心来验证 这三人被孔子称为殷之三人 宋湘公为了保全仁义 在战斗中坐视了一个又一个良机 终于落得大败而归 身受重伤而死的结局 这种蠢朱式的人义 成为后人的笑柄 却是空前绝后的 宋景宫时 天象显示将有灾祸降临宋国 景宫十分担忧 掌管星象的官员说 可以把灾祸移到象国身上 景宫说 不行 象国是我的手足 星象官说 可以移到百姓身上 景宫说 也不行 国君靠的就是百姓 星象官又说 可以移到年城上 景宫说 更不行 年城欠收 百姓贫困 我做谁的国君 星象官说 天虽高 却也听地上人说的话 现在您有三句 向国君应该说的话 火星 当会受感动的吧 后来 果然 显象 移走了 到了 梯城 继位后 梯城的弟弟 衍 袭击梯城 梯城逃到齐国 养自立宋国国君 养沉闷于酒色之中 凡事规劝提意见的大臣 一律射死 于是诸侯们都称他为 劫宋 要求齐国讨伐宋国 于是 齐与魏 楚 共同讨伐宋国 杀死了养 灭了宋国 瓜分了宋帝 氏 请不吝点赞 明镜与点点栏